- 鸟怕是拖不到,拖个蓝是可以,但这边快5级了一下 - 关羽来了,迷神一个大,转一下 - 张飞现在没4,没有选择回推,迷神再推一下 - 但是可以看到刘邦已经先手被秒,刘邦已经没有4的,橘子先拿到了第一地,雪橘子再回家 - 哎呦,这一件 - 看到红水晶你就会优先那个日敏,先别着急,这个蓝拿到,刘邦跟关羽落地,直接打哪吒 - 看橘子这里很瘦啊 - 断了一下,再推,阵型打乱了,迷神被动已经没有了,刘邦强飞关羽 - 这波关羽想在刘邦落地之前再撞一下,但是无奈,又再次被打断 - 橘子又翻出来了,被炸死了 - 现场是有个炸弹的,这一波再反打GK,能不能撤得掉,黄大蝎最终被轰炸机给落地 - 显示特别明显,他经常打,有谁到 - 打枪,流方大招越到后期,GK这边也有个肉 - 抗蹲,回头一个二技能,晕到了三个,但是后期的控制没有跟上,达摩是没有大的 - 否则刚才那一波E-Star就要出事了 - 这一个大招落地,全上,当强之后,这是一个大招被收掉了 - 我怎么感觉E-Star,等等,我感觉E-Star配合失误了 - 这种类似 - 橘子要被点死啊,正面硬托 - 对,最后7-9,对,哦呦,霸体踩不动 - 想反打,诺延太脆了 - 这次飞,硬飞卫央,大蝎不住,不下来 - 卫央可能死哦,二技能已经交完了,橘子突厚,但是 - 断层了,团战 - 刘邦大招啊 - 再控一下,现在伪装进场,能不能换掉了卫央 - 关于再大招进场,能不能全部推在这个圈内 应该是可以的 E-Star 打招 抄出去 先保一下中路的打 刘邦大招秒给 拉克波罗不掉血 还有一手护盾的 就是救赎 绝子进场 没有杀掉任何一个人 孙斌的二技能回击 刘邦大招 还有一个救赎 这一波可以 有机会 能秒 秒掉 出不活 再打 用了 但是关于这个位置 绝体绝命 二技能越强逃生 简直是绝体绝命 又看一下复活甲 换了一把明刀出来 还能骚 莫言 没有陕现了 再深感一下 你浪的是不是有点过 有明刀 这波应该也跑不了 这一波就没有流芳了 能不能吸血 能不能吸血 再翻 极限二技能 翻到了卫杨的脸上 如果要正面应战 郑中E-Star下怀 是 正面才能扫人 这一波反打大招 吼中 打中了于青 于青 散现交出二技能 出前波就死 雪亮没出来 有点太重 动作 又吼 马赫娃娃被吼中 没装 强飞 一套强秒了 没有了刘邦 死 太浪 太浪 监丽丝在两个肉面前 小鱼再切后排 宇青也死 娜赫露露装备成型之后的 爆发 爆发太高 右秒 再A一下 有1技能 强杀 这下硬飞了 不飞要死 飞不掉 我感觉 如果飞过去 就把哪吒带过去了 这个 第一是哪吒开大 你飞 我跟着你飞 第二 这黄大仙找不到开大的机会 诶 橘子这个位置 橘子要死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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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打 强秒 有复活甲的橘子 诺言一技能闪现 飘过来 关羽竟然打三个 再推 你抢踩 小鱼 先一刀 横刀砍死了 小鱼 再回推 关羽一个人控三个人 但是看一下张飞的这一个反吼橘子并没有被秒掉 要死 复活甲出来的小鱼 小鱼死之前 没有死掉 复活甲站起来换掉了关羽 但是V1二连击破了 伪装进不了场 二技能消耗一下胖墩 张飞奶茶又站了起来 小鱼起飞 大招扑下来 扑死以后再复活甲站起来 能不能还能打 一瞎掉了全部 马克波罗开大 小鱼有没有机会没办法 没有二技能 二技能多一个扇子 来点一下 点死了 奶茶 还剩一丝血 但是胖墩大招落地 一扇没打死 小鱼这个位置一个鸟就被打死V1 V1撤了 两边拼了个弹劲羊绝 所有的复活甲全部交完 神龙一口 但是看一下这个超级兵 超级兵还在拆 诺言 复活了诺言 哇小鱼飞一个楼 真的差一点点 这一技能全部扫到 张飞想用大招 诶 这拳轰了个张飞 到了大招开出来 刘邦这个大凯 这边走 这下橘子飞进来的话 直接绕到了魏央的位置 魏央这边没有复活甲很难受 预期下面小鱼不死复活甲站起来 还得再死一次 魏央这边一技能打 还差一次血 打出了名刀 二技能上一次过去了 但是并没有批到魏央 迷神也没死 看一下中路的位置 还在带 这个人 黄大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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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拆水晶 你在搞什么 大帮打飞还拆 拆掉了 我的天哪 很难受 我放在这里 可能要交代 对 这是一层 对 一旦被黏住之后 哪吒两端控制加一技能 诸葛亮的贴连踩加一技能 这拳打了一拳上墙 但是张飞有大招 哦出来了 没办法 诸葛亮可能要死 诸葛亮是有大的 被动再刷一下 小妹也走不掉 是奶茶这边一锤 收到了伪装的人头 又是一个大 没追了 橘子 逼退黄大蝎 黄大蝎 黄大蝎 一大招反推 哦呦 贴连打伪装 真的凶残啊 一技能打一套之后 二技能踩脸的一瞬间 拉出一个被动 被动打的瞬间 一个大招之后 二技能再踩一段脸 在对方最不能发现的时候 直接跳秒掉 橘子飞过来了 这是要打一波团面 我感觉一波 看一下 这是一个二技能 最后瞬间 一技能打完的瞬间 三秒之后黑暗暴军 中午兵线轻敲 又这波反蹲 曹操 有没有大招 大招开起来 没办法 杀掉 这个是大家以后 可以学到的一招 对付男家的办法 辣地底 但是一次大招来跌打 真的是来这么高 闪现交出来了 我将会先倒 他会倒了之后 但GK这边已经阵亡两人 万一的经济 GK死守的吧 还是有机会 这一个大招吼出来了 迷神不能死 还在强迁 这一波反打 对话还是活着的 但是独宰先锋和超级兵 已经进到了水晶位置 让我们恭喜E-Star 1比1战屏 是的 恭喜E-Star 而且 这个闪现反锤 伪冲这里真的 骚操作 再点一下 瞬间 隔断战场烧得非常痛 但是黄大仙抢到了暴军之后 全体四级 这一波迷神的支援团战 有点不够及时 可是E-Star全体都是残血 卫央进场了大招收割 能不能收掉 伪装 还剩一次血撤退 但是卫央这边被控起 二技能脱离开来拉出距离 咬掉了曹操 大招保卡呀 你再不保 哦 这个关羽 不通进场 瑜青 看一下 死之前还空了一下 小鱼 但是 我刚这里要倒 这两不够 对 央央来了 结果 打不过了 刀死 这中间技能开 这来小鱼 开大招免控 哦 你看 是这一个闪现一技能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中间一技能 而且火同时只能 存在五个 别急 打起来了 拉到了一个张飞 花木兰牵了中间 有免伤在 一刀劈掉了半血啊 诺言直接被劈回了水晶位置 伪装辉月 看一下兵线情况 已经来到了高地 想要强拆 一个要直接秒了 伪装直接被秒杀 一个杨简黄大仙 一波团灭 半血以上的终于 直接被秒杀 最起码有四分之三的终于 终于不夸张 让我们恭喜GK 2比1战胜了E-SPA